再來我們來關心到加薩地區 很多加薩的民眾很期待的就是趕快停火 但是呢以色列跟哈馬斯一就是喬布隆 我們先來看到這兩方陣營有沒有什麼最新的表態 我們先來看到哈馬斯的官員 他們是怎麼說 他說以色列如果持續在加薩的南部拉法 進行軍事入侵的話 你未來想要有停火協議 基本上他們也不會答義 所以說對以色列軍隊來說 並不是輕鬆任務就是哈馬斯的觀點 但是以色列其實也都是戰役瞬間 尤其對一些極端的分子來說 他們打拉法就是要打到底完全佔領 而且他們最終的目標 就是要把哈馬斯全部消滅殆盡 以色列現在最新的聲明呢 是他們的國防部長說了 目前的停戰協議 沒有辦法讓關押在加薩的以色列人質獲釋 所以說如果這一些的協議 包括停火包括釋放人時 沒有辦法達到的話 他們會繼續拉高在加薩地區 尤其是拉法的軍事強度 尤其現在拉法很多的部隊 其實都已經聚集在關口這個地方 只要一聲令下馬上就攻進去了 所以未來很有可能會持續升高 軍事行動的強度 結果是什麼呢 就是要把哈馬斯完全的摧毀 但是其實整個停火協議 真的可以用說峰迴路轉來形容 因為在6號的時候 哈馬斯一度就說 好我答應了這份停火協議 當時這樣的動作 讓很多國際人士都覺得 好像藏著什麼貓膩 現在BBC就分析說 當時這個哈馬斯這樣的舉動 就是想要顛覆以色列當局他的想法 給他來個出奇不易 因為他們希望讓以色列總理陷到兩難 讓停火難達成完全的勝利 因為本身其實納坦雅胡 處在的是個聯合政府的狀態 他背負了是身上很多的民意 包括是這個猶太的極端分子 他們認為說就是要佔領拉法 而且把拉法完全的當中 哈馬斯勢力完全的殲滅 這是極端分子的想法 但是另外一派的人呢 是希望可以趕快 讓人質或是的另外一派觀點 希望趕快修展 所以這雙方的要求這樣的需求 通通放在納坦雅胡身上 所以說哈馬斯這樣的動作 其實反而讓這個納坦雅胡 陷入到一個困境還有兩難裡頭 甚至呢現在路透社也報導說 拜登政府要暫停向以色列 運送波音生產的某一些武器 包括是這個聯合定向炸彈 可以精準的提高它的精確度 也達到更有效的攻擊 所以外界在分析說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動作呢 其實就是在將以色列 發出一些政治的訊息 而且停運 停止提供武器的時間點 已經長達了兩個星期了 所以說這也是大家認為說 比較意味深長的地方 而白宮新聞秘書他也說了 必須要先確保公民的聲明 受到保護 但是針對這樣子 暫時停運武器的決策 是沒有明顯的提起 也強調說 美國對以色列的安全承諾 是沒有改變 不過現在一度說好可以停火 但現在峰回路轉又撤銷 雙方依舊都不懂最痛苦的 還是加薩地區的平民老百姓 以色列坦克直接開進加薩 最南端拉法關口 原本擠滿人車物資的通道 如今是空蕩蕩 猶如暴風雨前的擬近 拉法不時傳來爆炸聲 在過去24到36小時是炮聲隆隆 以軍宣稱至少打擊拉法50個目標 巴勒斯坦堅稱又造成平民死傷 有至少數十人在睡夢中喪命 而就在短短不到24小時前 以軍才開始空飄傳單 宣告要對拉法地區準備收網 要拉法東部約10萬難民往北撤離 加薩民眾是越砍越火大 因為他們已經不知道能去哪 看著有限的訊息恐慌擔憂 不逃難就等死 但又怕跑了 同樣是惡夢一場 因為以色列所謂的人道庇護區 專家認為準備不足 只會讓一切更糟 加薩百萬人可能再度大逃難 無所適從 而更詭異的是 就在撤離令之前 還一度傳出哈馬斯 接受了停火協議 當下加薩人全都湧上街頭歡呼 以為苦難終於要到盡頭 還有富人激動的當場下跪 小孩笑得好開心 但外外沒有想到 一切都只是空歡洗衣場 以色列根本不同意 哈馬斯同意的是三階段協議 當中包含釋放33名老弱婦孺 以及生病人質 換取以色列階段式的撤兵 以及釋放數百名巴勒斯坦囚犯 而每天的偵查活動 還必須暫停10小時以上 以及開放更多人道物資進加薩 第二階段希望維持加薩平靜 而哈馬斯會釋放男性 以及以軍人質 第三階段 則是加薩必須花3到5年 進行重建 但問題是 這並非以色列提出的條件 都是哈馬斯自己加的 之前的版本本 本來就有埃及與卡達背書 哈馬斯自行加上條件後 單方面宣布同意 把壓力丟向以色列 這其實我猜是很聰明的 確保有任何投資 都不必須 停火協議等於各說各話 原地踏步 以色列卻已經箭在弦上 對拉法勢必一戰 這讓美國的立場非常尷尬 以色列堅持對拉法勢有限制的行動 不是大規模作戰 這恐怕只是為了避免觸犯拜登紅線的文字遊戲 而哈馬斯日前也不敢示弱 發射了多枚火箭炮 攻擊加薩邊境關卡 克瑞殺落 繼續向以色列嗆香 對阿羅斯來說明天是個重要日子 就是勝利日了 而在明天下午3點鐘 1500也會由葉佳榮主播為大家帶來 俄羅斯勝利日閱兵大典的特別報導 也歡迎大家持續鎖地 而且一路看到這個明天的晚上11點 我們會持續的為大家掌握國際最新情勢 我們再來關心到明天就是5月9號勝利日 這一天非常經典 對普京來說也是他大秀軍事肌肉的一個好時間 尤其在5月7號他就職點點這一天 他也不斷的向西方喊話 他到底說了什麼呢 他說他其實願意跟西方國家對話 但是重點選擇權其實在西方 你到底是要阻擋俄羅斯的發展呢 還是要尋求和平跟合作之路 和平之路基本上還是取決於西方 這個普京這個話講得也非常重 但是同時間也被發現說 在烏克蘭國境之內難道有特攻嗎 因為呢當中暗殺澤倫斯基的計畫 現在曝光了這個烏克蘭國內 也拘留了兩名安全官員 這兩名上校呢涉嫌跟俄羅斯合作 洩漏機密 而且要暗殺他們國內的重要官員 當中也包含澤倫斯基 再來我們來看到其實在整個俄羅斯 跟烏克蘭的戰爭爆發之後 其實全球都用經濟手段在制裁俄羅斯 但時間過去兩年過去了 看起來這個成效不彰喔 所以義大利的國防部長就說了 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是失敗的 要怎麼樣解決呢 就是跟普京來談判休戰 所以等於說整個歐洲整個歐盟 都認為說整個烏戰 其實讓整個歐洲國家拖累的狀況都非常明顯 但是現在對普昕來說 他們要展現的就是他非常努力 情政愛媛的形象 他馬上要出訪哪個國家 就是中國大陸了 他預計呢在5月15號跟16號這兩天 到了北京去 這也是他第五任任期 新開始的第一個出訪行程 不過對他來說 在他就職典禮結束的第一天 他馬上進行辦公 展現的是他情政裡面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今年3月大選中 獲得超過8成選票 贏得第五任期 7號準時就職 普京刻意營造情於政務的形象 在辦公室接聽完電話 才啟程前往克里姆林宮參加就職典禮 普京孤身走在紅毯上 兩旁數千名官員和來賓鼓掌歡迎 這也宣告了俄羅斯未來6年 仍然是普京說了算 美國、英國、加拿大以及德國、波蘭和捷克等 多數歐盟國家都沒有派代表參加就職典禮 普京今年的就職演說相對簡短 焦點仍然在對抗西方威脅 但他也表示願意與西方對話 普京上一任開啟了戰爭 新任期也將在戰爭中度過 他在就職典禮的閱兵儀式中 展現三軍統帥的指揮權 不過當天莫斯科罕見降下五月雪 氣氛有些灰暗陰冷 普京隨後前往教堂參加 東正教主教基里爾主持的儀式 接受上帝賦予他的總統權利 大神祭下降大 根據俄羅斯憲法 普京還能再多做一個任期 也就是在執政12年 但外界認為普京執政下修改憲法 易如反掌 他很可能讓自己成為萬年總統 遭俄羅斯當局迫害致死的 反對黨領袖納瓦尼的妻子 也在普京就職當天發表談話 呼吁俄罗斯民众不要放弃对抗普京政权 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持续推进 普京呼吁西方停止提供乌国武器 但自己却又在送数十万军人上前线 近日俄军在乌冬战况颇有斩获 拿下多个城镇 乌军也坦诚 难以招架俄罗斯的炮弹威力 它是对于用力的用力 乌克兰战场说 攻击军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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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是普京要铲除的目标 乌克国家安全局周二表示 他们阻止了俄罗斯暗杀泽伦斯基的计划 两名乌克安全局上校遭逮捕被控判过罪名 俄罗斯成立了一个情报小组 专门策划暗杀泽伦斯基和政府官员 他们吸收总统身边的安全人员计划绑架并杀害泽伦斯基 乌克战争爆发以来 已经阻止了十多次暗杀泽伦斯基的计划 两名上校原本计划在5月5号东正教复活节这一天 刺杀军情局领导人布达诺夫将军 但计划被当局识破 不打诺夫将军一直是俄罗斯的眼中钉 曾多次遭案杀 他的妻子在今年2月中毒送一 幸运减回移民 乌克兰也在俄国境内策划多起暗杀行动 最近一起发生在5号 在俄军占领的扎波罗热 一名俄国监狱官员在坐车中被炸死 TVBH新闻总和报道 不过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到了法国去 到底他打的是什么样的算盘呢 现在专家就分音说 他其实可能想要透过法国来分化整个西方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他有没有成功 我们先来看他这个专家怎么来看这一次的出访 国际专家就说中国大陆把分化西方的有用盟友 他把法国视为有用盟友的这个角色 但是呢如果从这个台面上跟台面下双方的互动来看 双方看起来反倒是两个相反世界的对抗 到底习近平成功了吗 我们先来看到其实在这一次双方的会谈当中 当然有行李如一的部分 例如说法国总统马克宏在他的第二故乡招待他 法国媒体就说了 这是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 但是真的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 像是中国大陆跟欧洲的贸易失衡 还有俄乌战争到底该如何收场双方 有没有办法担任穿梭及弹劾的角色 基本上中法之先都是没有看到任何的让步 所以说这一波的算盘 习近平真的有达到他的效果吗 恐怕还是在很多的专家眼里打上了一个大问号 欧洲智库的学者就说了 习近平这一次的行程没有针对贸易达成有具体的进展 而且呢主要还是因为川普如果真的在11月的 没选过后重返白宫的话 对中国大陆的生存空间来说会有更多的压迫 所以必须要制造一些他们可能需要的政策空间 所以说恐怕习近平这步棋下得非常深 但是到底有没有效果恐怕还需要时间来进一步验证 但是他的下一站要去哪里呢 要去塞尔维亚 而且塞尔维亚这个地方长期的请俄国 到底中国大陆这一次又想要达成什么的目的 不过到人家再去拜访还是必须要先送上大礼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走出专机挥挥手 受到塞尔维亚总统武器齐夫妇热情迎接 现场不只有仪仗队伍相迎 习近平还欣赏了塞尔维亚的传统舞蹈 展示接待高规格 塞尔维亚是东欧的专制体制国家 长期亲俄并和大陆保持友好 从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中获得数十亿美元投资 由于5月7号正好是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 被美军轰炸25周年 习近平这趟访问是否将前往就职平调 也成为各界注目焦点 习近平自认为和平使者 然而出访期间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依旧不平静 澳洲海军驱逐舰4号在黄海国际水域 执行联合国安理会 对北韩的制裁决议时 一架解放军坚实战机 进队者从驱逐舰上起飞的海鹰直升机 投下多枚照明弹 引发澳方强烈不满 我们在中国的各种角度上 对这个事件 我们认为不专业和不批准 澳方的军舰机 打着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旗号 蓄意抵禁中国的领空 姿势挑衅 习近平出访欧洲同一时间 英国国防部系统 金船遭到骇客入侵 超过20万名军人的名字和薪资 都被泄露 英国媒体指称 幕后黑手就是中国 不过大陆反控 根本是无稽之谈 TVBS新闻综合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